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我们女棋手夺得了头衔战的冠军 因为赛前预测的话 大家都觉得玉智盈应该在实力上要落下风一点的 那是肯定的 毕竟女子和男子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前面的路还很长 黑琦又守了一个脚 这个布局 觉得挺奇特的 两个人下的两边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不属于对称性布局 因为对称应该是以斜角为线的对称 这就怎么说呢 就是个性 我觉得 但是如果要是说千篇一律的 大家永远都是中国流 那个什么迷你中国流 是吧 虽然它很流行 但是就没意思了 就像我们天天听周杰伦 偶尔听这个爵士啊 是吧 摇滚乐啊 也是一种享受 对 小范呢 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棋手 没错 没错 我印象中他最崇拜的棋手 是不是李昌浩 李士时鼓励 也不是念老 他是崇拜日本的板田中南 板田先生 是吗 但是他的棋风跟板田 我觉得好像不太相似 不太相似 是吗 那程老师怎么理解啊 我觉得他比较喜欢实地 不过他本人对于自己风格的说法 反正在此之前 我们问过很多人 发现就是对别人对他棋风的理解 往往是相左的 对 他非常喜欢实地 这点其实跟板田是很像的 是这样 还有一点呢 比较相似的是他局部啊 这个局部的小技巧非常的强 就是很细 下边很细 就这点跟板田也是很像的 板田叫 号称剃刀的板田 对 是的 是的 他这个局部非常犀利 还有就是很擅长之孤 他这几点我倒是真觉得跟板田很像 难怪他喜欢板田 他喜欢板田 对 他是在这个骨子里面很崇拜这个板田 但是很重的 对 没错 你大家都是小飞手脚 那最后你拿什么钱人家起不办 对不对 所以说黑棋是喜欢模样作战 或者是就是布局阶段就搅杀在一起 那么这样他的先招效率更容易发挥 对 这样你分头一个 那些白棋也是稳稳的拆个遍 对 现在的布局呢 一般强调黑棋要速度快 对 黑棋要引着白棋去走 对 大步伐的展开 但是现在黑棋没有看到它展开的样子 都是一个局部一个局部的走 没有形成全局性的呼应 然后白棋 对 大飞 你看这招二 其实这就是这个分头加招二 这两步棋实际上是被白棋牵着鼻子走了 是的 从这个思路上来说 那么你都是在破坏对方的意图 黑棋呢 一般来说我们刚才讲了 还是要尽量的去实现自己的意图 因为你这个主动嘛 对吧 先行之力 对 那这个完全是根据棋风了 拆了一个在这 这时候呢 白棋也不紧不慢 跟着他拆了个二 这个有点不符合棋理 感觉上 棋从宽柱形嘛 这个窄的只剩下拆二了 这边首先就比这个宽 那这边就宽的一塌糊涂了 但是他选择这个拆二 这个也挺坚实的 人家都已经拆四了 他还是很冷静的拆了个二 就以距离来看的话 白棋似乎很吃亏 但是李清成可能对棋的理解 与众不同吧 我觉得 他就是现在年轻人 他不太讲究这个以前的这些棋理 他不管这一套 他认为对的地方就这么下 那这个拆二呢 实际上你看上去他很保守 其实他带有一定攻击性的 相比这种分头 这种分头是属于单纯的去破坏对方 没错 那这个拆二呢 实际上他是 把你这个子的根据地 就是给你破坏掉了 那么他将来肯定是瞄着要去打入 之类的这种下法 所以说他这招 其实实际上是把拳头缩回来的一种打法 确实 其实是很积极的一种态度 对对对对 他这个是一种适强的下法 而不是说不去阶段就平铺直续的 大家就瀑布地板 然后分分头那样 对 很平淡 这个是积蓄力量 刚才说这个范婷玉也是少年成名 而且世界冠军了 是的 所以李星成呢一定是抱着这种拼搏的态度 去跟范婷玉一起搅手的 其实这条旗是一个拼搏的姿态 这当然没人说 拆一个 现在终于看到黑旗好像有一点精英模样的意思 把自己连着一片 这个是双方消长的要点 不能错过的 这也是黑旗比较难受的地方 对 黑旗小尖一个 对 这只能尖 不然的话人家再下来 这无油脚就隐隐的有一些被威胁的感觉了 所以说这条旗不仅是唯控 同时也是加强自身吧 是的 那一般来说人家飞的话 这个尖是一个很普通的印法 对 对 如果这种的话呢 就是人家有这两边有靠啊 这实际上自己是存在问题的 是的 这个旗行大家要记住 要尖一个 接下来白旗 在这儿 嗯 这条旗呢 很妖 很妖娆 他这个清销的点也挺有意思的 就以前觉得好像 这无油脚不是 正在这儿是一个很普通的想法 就是这边有靠下去 那边也有靠下去 对 这清销的点都 通常会选择在这儿 但是他这些 这个就是围棋的味道啊 嗯 我们讲这个 下棋有 嗯 就是你通过下棋啊 能够感受到乐趣 这都是我们棋友们 啊 喜欢围棋的一个原因哈 那么怎么感受到乐趣呢 有很多种的方式 当然这个屠龙 最痛快 最直观 那么 取得胜利 当然也是一种哈 再也就是从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他的这个奥妙 嗯 像这个棋的选点 刚才乔老师说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对 我觉得很有味道的地方哈 希望能够分享一下 跟大家去去分享一下 如果你走在这儿的话呢 那么其实这个 虽然两边有靠 但当前的这个局面啊 只留给黑棋一种选择 黑棋肯定会飞起来 黑棋肯定会飞起来 对 它不会让你从这边靠下去 对 因为这个子是很弱的 是的 这边呢 黑棋是 这个是黑棋大本营啊 这边黑棋是有接应的 所以说它不怕你从这儿靠下来 对 你靠下来呢 它可以考虑比如说顶端 或者是就跟着扳 那这从白棋从这个方向下来 对黑棋的破坏是不大的 嗯 所以说你如果震的话呢 其实它就特别简单了 啊 我就飞吧 它肯定会飞 对 那这样呢 它把这一个子 牢牢的连上之后 白棋这套棋 刚才我们说 就是它的效率其实就降低了 嗯 这是一个逻辑吧 就是当前局面下 它为什么不震 它是这么考虑的 嗯 那它为什么选这个呢 这个就是给你两种选择 嗯 这个黑棋如果再这么硬的时候呢 就看白棋现在 那这个子比在这儿要好很多啊 对 这样靠下来的时候 它这个子的位置就好太多了 没错 接下来变化我们就不用再多给大家摆了 其实这显而易见 对吧 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放这呢 那么如果你在这边硬的话呢 比如说肩或者飞 嗯 那它是同样可以靠下来 是的 哎 它这个子虽然远了一路 但是靠的时候 黑棋依然没有什么很强烈的反击手法 对 比如说你搬一个人 人家可以搬住你 搬才反搬 对 嗯 就这个骑行被人家搬住 这个子依然有用 对 没什么呃 反正没什么好的下法 对 那按普通的情况来说 一般你既然掉在这儿 那你对我这边的压力大 那黑棋显然是应该非补的 但我们刚才又分析过 你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呢 这边下来显然价值更大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说它这条棋呢 就是让黑棋比较难以选择了 嗯 这条棋就很这个它的妙味啊 就在于实际上是它是固迈一个破绽 有点这种感觉啊 他故意给你一条这个看得清的路 嗯 但实际上呢 他就是引诱你来走这边 嗯 他是从大局出发 对 想从这边靠下来 哎 这个看起来李清成在这种局部的倾销方面 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 对 他这条棋就能说 体现出虽然只有16岁啊 年纪16岁 但是他的这个思想的高度已经是很高了 没错 这又快起 快起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计算了 嗯 说明平时的这个积累也是很 确实 数量量很大呀 对 他就一看到这个局面 他就知道该怎么去想 嗯 他想30秒的时间啊 要做出决断 是不是 嗯 那他就不按常理出牌 能想到走这儿 是的 嗯 就是吓出了味道 哦 那黑棋呢 他 黑棋实战呢也很有意思 这叫将计就计啊 那么 我们刚才说了走这儿不肯 走这儿呢也不肯 他都觉得不太好 都不可 都不太好 他干脆用一种这个最紧凑的方法 嗯 靠住你 这靠住的时候 其实大家第一感呢 就会想到的 是不是考虑扳他一下啊 嗯 很容易想到嘛 因为你靠一个嘛 我不是顺手扳一下吧 你扳他肯定会扭断 他要扭断 这扭断好像我觉得白棋 有点不好扳 对 这个棋 总之你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内去作战啊 人家这些子都发挥作用了 嗯 这个是白棋 比较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吧 嗯 如果正面应战的话 白棋 现在已经被分割开了两块 对 你这两个子都不太好死 就死掉哪一个 其实人家效率都很高 对 所以说如果简单的扳的话呢 它肯定会断 这张棋很强硬 应该说 嗯 对 那你这边不能扳下来 这边可能也不好下 你走这个长的话 这个它就接上 就被人家吓得很坚实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它长在外面也可以 那这样你打下来就立 这个子位置最好 对 白棋总之 是的 所以说靠的时候呢 白棋看上去也不是很好办 那它这个掉一个怎么办呢 嗯 接下来我觉得又是很有味道 它吓得很有意思 嗯 可是先二路拖了一下 对 这招啊 就这两步棋啊 我觉得真的是充分的展示出这个 我们李青城同学的才法 嗯 真的很漂亮 它吓得 吓得很好 它肯定是有连环的一直一连串的这个计算的 嗯 才能非常好 是的 嗯 嗯 这招棋什么意思呢 我们别在这这个 光帮它吹牛 我们在夸看 我们要分析分析 它是什么用意 嗯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首先从这搬不行 被人家断 从这呢走 就不管你长还是靠 嗯 这个都有一定的风险 那所以说呢 它这招棋就是先 叫问一手 先试你一下 看看你是什么态度 对 如果你搬这个的话 嗯 这招棋应该说是最强硬的 对 既来之则吃沙汁 我要沙汁 把你先吃掉 那么如果你搬这个呢 它再来搬 这个锡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嗯 嗯 如果你在断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给你一断 对 它这个就 就不太好办了 看着 很难办了 对 嗯 现在扭成这个样子 发现就 怎么好像左右都没法兼顾 你没法兼顾了 你如果顶吃这个 它一尝 就很简单 这个地方要吃 这个地方要吃 就已经没法办了 那么你如果吃这个的话 这个首先呢 它有可能考虑给你转换 它就算长一个 这个黑旗就中计了 这它 就是它引诱你来去吃它 这就中计了 你无论怎么走 你吃在哪 它这边走 它只能剃掉 对剃掉 嗯 然后这边 它这个这个蒸子 我是 可以蒸掉 可以再 可以蒸掉 对对对 那黑旗就不叫齐了 这个就外面一个子被蒸掉 损失太惨重了 嗯 而且这个现在不去缺断 被人家把朵花太大了 对 所以说呢 它这肠基本先手 你也不能乱打 那就没法下来 你要吃这个的话呢 这就很简单 那这个靠的子就被吃掉了 对这个子就被吃掉了 那也不是齐 也不是齐 所以说这一靠断啊 两边一扭断啊 那没法弄了 那就崩溃了 这个局部 你吃它一个没关系 它吃掉你任何一个 你都受不了 你都没法看 对对对 这是在黑旗的势力范围内嘛 所以说这个琴呢 它很很很鬼 这条琴 嗯 我觉得这个连环的这个手法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啊 因为这个实战当中很容易碰到 你很容易吓出来 这个思路吧 对 我觉得跟衍生的来说 这个思路更值得去学习 非常好 如果要走这种呢 它就便宜了 它无论是斑 还是就算退 它都已经便宜了 对吧 我估计它也是斑 那这个就会形成另一个局面 那不一样啊 那拖着一下 这就差多了 差多了 它就不是说就 就打完了 就尝出来 接受 对 尝出来 那同样你这次还是要被蒸掉 嗯 可惜得 走一个 这个地方白拖着一下 这个便宜太大了 嗯 这下巴好像有点多 接下来 就算最简单 跳一跳 对吧 这个棋 就这拖着一下 这是这些棋手受不了的 嗯 所以说这个 总之吧 你拖的时候 你没有往脚上退的这种心情 是啊 这个是不能忍的 人家白便宜了 嗯 所以说它就看了半天 它就藏在外面了 嗯 嗯 确实黑鞋不太好办 这棋 不好办不好办 有点难受一下的 你藏在外面的时候呢 它就从这边靠下来了 嗯 对 这个是很连贯的下方 嗯 嗯 而且我觉得作为黑鞋来说 我有点感同身受 我真的很为难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接下来 是是是 它怎么弄啊 怎么下 对 这个拖一下呢 就是制造了很多很多的味道 真的是 下得好 嗯 实战呢 范婷玉就选择了这个最稳当的 哇沾 嗯 白棋下得好了之后 黑棋就很难办了 然后快棋又30秒一步 对对对对 你就不知道这个局部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了 对 嗯 你看它就拖了一下之后 现在来看拖一下也是制造了很多的味道 嗯 将来爬出来或者斑 对 嗯 呃 它现在糊这个 白棋糊了一个 对 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很有弹性的形状 嗯 在这一代呢 其实白棋这个处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很容易做活 就看你能做成什么样 对 嗯 这一代的处理 白棋糊下得很轻啊 对 你打吃 先脱断了它一下 嗯 脱断 等到它长的时候呢 它再虎住跟它做戒 啊对 这个又是造出了很多味道吧 嗯 但是你如果直接打呢 好像现在暂时不太行 它可以吃在这儿 嗯是的 对 如果黑棋长 嗯 它可以吃在这儿 把这个蒸死 白棋是有点难过的 对 如果它只是吃这个 那白棋太高兴了 这个滚包 对 外事尽失啊 黑棋 所以说它暂时呢 还不能打这个 它就先把这个结给你做起来 白棋呢 最好的结果呢 要不就是就地生根 对 在底下把眼做得很牢靠 要不然呢 就把棋走到外面去 对 黑棋那样被人家吃掉这个四鹿子呢 它觉得这个出头 并不是很舒畅 你将来这块棋还是要受工 对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棋形比较有弹性 对 就会好很多 对 黑棋棋 然后白棋呢 爬了一点 爬本身就是考验黑棋 就挺讨厌的 你如果搬里面的话呢 它将来这个 这出来 你就有可能亏了 对 你就搬外面呢 它又多出了结材 对 最讨厌的是黑棋想消结 它也不知道想干销在哪里 对 你要是摘上 人家的脚都不亏 没受影响 对 你知道销在外面呢 就没销镜 将来提 你还是销不幸 是的 你销镜更不能考虑 啪 直接就人家一双教室 双教室 你就崩溃了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很轻啊 对 这个结打得很舒服 对打得很舒服 黑棋版 尤其是快棋更迷茫了 遇到这种局面 就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错 他提结 嗯 黑棋长了一个 嗯 这个时候 白棋其实 也必须要出牌了 黑棋这个长很冷静 逼着白棋出牌 是的 白棋实在呢 就选了一个很 他打上去了 他打上去了 对 但这个黑棋这个结是不能打输的 对 这个被冷气叫太大了 对 大盆里面给你找花了 不能看了 嗯 白棋就断了一个 他也看得很清楚 对 刚才就说这个爬呢 造结材 结果一断 嗯 从这一代啊 白棋掉一个开始 我的感觉 李秦成下的是 非常连贯 就一气合成 很顺 很顺很顺 对 这个结果呢 呃 其实需要判断 他好到底好不好 我们是得 得经过一下判断的 但是我的 低感 质感啊 这白棋一定是成功的 嗯 因为在黑棋这么多子的势力范围内啊 实战一下白棋 黑棋街上 对 形成了一个转换 对 这个转换呢 呃 转手为攻啊 黑棋挡住吧 是的 然后白棋唬了一个 黑棋跳死他 对 白棋在这边固然损失是比较大的 嗯 但是 哎 这个棋 你看黑棋这个子 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白棋势力范围内了 所以说从战略上来说 白棋还是转到了这边 嗯 他战略意图已经达到了 没错 嗯 对 所以总体来说这个转换 我们觉得白棋比较满意 白棋满意 白棋满意 好 那么这棋下到这里之后呢 这个棋局告一段落算是 对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啊 虽然说白棋比较满意 但这棋里胜负还是有很漫长的距离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中信银行杯快棋赛 范廷玉和李清成的对局 嗯 刚才呢和赵老师给大家讲到这里 这个白棋啊 跟黑棋形成的转换 嗯 我们的判断呢 是觉得白棋要稍稍满意一些 对对对 好 白棋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可以说是弃子吧 嗯 达到了这个战略上的目标 没错 嗯 那么接下来白棋会怎么选择呢 他还下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手 对 下了很漂亮 总的来说呀 黑棋虽然时控有不少啊 但是偏于一遇 对 就这条边 就这条边没了 别的地方没有 这是摆了一个柴尔 对对对 这个不算是什么 嗯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是 怎么说它的视力是很小的 是的 嗯 所以他又先试了看一下 这试的黑棋真浑身难受 对 我们看白棋从这要掉一个开始啊 嗯 这招招棋都让黑棋很很 这叫我们这个圈内的话就很麻 对 很酥麻 就是浑身不舒服 对吧 他每招棋都在考验你啊 让你很痛苦 我觉得这招棋又来了 水平很高的一种体现 嗯 让人家吓得浑身难受 这个是我们来说它什么意思 这不是送死吗 大家看对不对 断一个什么意思呢 你麻在哪呢 我简单吃就完了 对吧 但你简单吃呢 这被人家先手打一下 是的 这个木树是亏了两木棋还不止 被先手打一下 还亏 以后如果被爬到的话 那就完颜不止两木 你如果打回去的话呢 这也是 也已经亏了 也已经亏了 亏了两木棋 所以说这个棋呢 你如果吃在这就是干吃亏 吃了个哑巴亏 但是你如果不吃呢 你走什么呢 你当然退也更不行 退这个将来收棋的时候就更亏 对 而且劫财又多了一大把 那黑棋就只能按他实战这个打吃 对 对吧 他打吃的时候呢 白棋提掉 黑棋再吃 但是你打吃了这一下 大家不要忘了 你打吃了这一下 让白棋外面是夹厚了很多 嗯 这步棋呢 是白棋非常非常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 没错 对 所以说他这个段 这个时机又是绝好 这个就是现在 趁着这个没定型之前 先考验你一下 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面子 到底是要什么 对 你要现金 你就先打掉再吃 但是对不起 我这多提了个花 我外面厚多了 对 你如果吃回去呢 那你就现实就先亏 这个范婷 我觉得也是很难过 下的难受坏了 这肯定是 这没办法 嗯 白棋逼了一个 对 这一逼 哎 我们看 这边已经这个模样啊 已经形成规模了 对 他现在呢 本来他还不知道是应该肩这儿 还是应该逼这个 但是由于上方的这个后市呢 他肯定是要发展这一边的形式 对的 所以下这个逼是理所当然的一步了 嗯 现在我个人感觉啊 应该是局势还是相当 形式还是差不多的 但是白棋显然是打开局面了 嗯 显然是让这个局面啊更好下 没错 是的 对 接下来下一招白棋 是点在这儿 这个白棋下的每一步 我都觉得让黑棋都很难受 不依不饶 那点一个呢 他其实你说你真要想不硬呢也行 他也不至于就把其全跑了 但是问题是 嗯 他好像可以冲断 他可以冲断是吧 你吃 但是 他这上面先拐你 啊这个太难受了实在是 对 然后再一尝 这我只能吃在这儿 只能吃在底下 然后再来呢 我上面贴闲的时候 这个你也出不来了 这个太难受了 就全部封住了 对 它实际上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哈 这个棋白棋就要点啊 我觉得 哎呦 我今天可能 这个夸这个 是不是夸的有点多了 夸的有点多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 我还是想夸他一下 就是 实际上呢 白棋现在这个局面啊 对 现在这个局面呢 就是这个子 还是有一定生命力的 嗯 它你要是不走的话 它比如说就飞出来 或者跳出来 嗯 大家看这个提朵花 你将来 是不是还要补一个 被人家一扎你是没活 没活的对 所以说这条棋呢 很大 对 是的 你要是白棋要是不走 人家立马就跑出来 嗯 所以说呢 这个白棋 由于下边白棋有模样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很想补一个 很想补一个 就怎么补吧 嗯 但是如果你这种单纯的补呢 它这个效率是 那么高了 对 对对 你单纯的补 怎么说 就是一手棋走了一招棋的价值 是的 那它是希望怎么呢 它是希望能够更高效率的去补这条棋 所以说呢 它才想到了这一点 嗯 这条点实际上我们来追溯它的这个思想 它是这么个用意 它是考验你看看你走什么 你当然你是简单的 你要是补的话 那它就便宜了 对吧 那它可能就 再补回来也好 你这边就太厚了 它离你远一点 没错 那你如果要是想跟它挣扎一下呢 比如说怎么走呢 比如说贴吧 你越挣扎 人家越接劲 对 你一搬它就连搬 它其实是顺势吧 这个是吃药的用意 是的 而且中央又加厚了 对 中央又加厚了 对 所以说它就是趁这个补之前的这一个时机 先点你一下 没错 我再决定自己怎么去补 嗯 所以这条棋是很高明的一手 应该说是 嗯 那黑棋肯定要毅然反击 黑棋肯定要反击 黑棋肯定要反击 黑棋这个地方无法容忍 白棋就要除外棋子 对 所以说它飞出来了 嗯 那么它飞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白棋 借着它的劲 靠这个 这个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啊 觉得这不矛盾吗 你就走了一个 就怎么又不走了 其实它就是这个意思 跟大家讲 它就是要借着你的劲去补齐 那你看 如果我没有这条棋的话 我一条棋补不了这两个 对不对 但是 借着这个劲 你一飞 我一靠了一长 这边基本上就已经拿下了 已经把这个三路吃掉了 而且呢 这个地方的形状啊 黑棋还是有问题的 有缺陷 这个地方黑棋很讨厌 将来人家就有间有断 是的 是的 所以说呢 黑棋也很难受 但是它不可能说 你靠完了 长了 它还回手再补一个 这已经 再落个后手 再补 这人家就像 嗯 对 就是已经不会了 不行了 是吧 这个棋 我先是要把这棋全吃光了 所以说 接下来你想走也可以 对 拖鲜也行 拐一个也挺大的 所以说这个棋呢 它是一种 这个有战略意图的一手 是的 这个黑棋下的很不顺利 我觉得 嗯 黑棋现在只有打入 打入 白棋把它震住 这下来 这个也是常见的 手段 点了一半 搬一个 当然白棋不要去吃它这个啊 吃这个就中计了 就这个的话 人家这边贴出来 贴去了 嗯 再看这个就不叫转换了 这两个子死了 肯定比这边的损失大多了 没错 嗯 是的 所以说 它下一招棋呢 拐在这儿 这个是笔上的一手 嗯 然后黑棋一顶 这个时候 就是要到了很纠结的时候啊 嗯 如果你简单的挡住 那么黑棋一搬 搬这个 对 再搬下去吗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变化 转换 嗯 爬或者这样都可以吧 爬 这样的话 黑棋先手把这个木捞掉 是的 然后黑棋我相信啊 它会考虑在这边打入 嗯 嗯 呃 破坏白棋这个最后的一块大本营 没错 如果这样的话呢 局面趋于平淡 呃 还要慢慢收 慢慢收 我个人觉得也是白棋也还不错的一个局面 对 白棋毕竟是比较厚 啊 中央这儿有到后市 然后这个地方呢 总是有一些发展的潜力 对对对对 看起来 就这样比较漫长吧 应该说是 这个棋还起下了 但是看起来这个下法李清成不太喜欢 他不喜欢 对他 这个孩子很有追求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是的 他总是在这个 呃 你看上去好像必然的时候 他很很妖娆的去弄你一下 实在走了一个这个 尖这个 小尖了一下 哎 这顶的时候大家看啊 这个思维很跳跃 我们正常思路 因为都顶在这儿了 你不挡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对吧 他就是这个时机 反而问你一下 尖一下 如果说黑棋挡住呢 他就顶一下 挡住他一顶 嗯 黑棋假如说立下去呢 那他再要搬下去了 那就不一样了 就挡住了 挡住还是搬 这都可以 好像均可了 那现在挡这个的话 他已经度不过了 就算挡我也便宜很多 你已经度不过了 刚才一手搬过的 是的 你这样去这边做活是比较苦的 这边 被我弯一下 这眼位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尖着一下 顶着一下 还是有很大区别 对 你尖着就不行 但如果退的话 我再挡 这我就便宜多了 这一下 这个关子差多了 差多了 是的 就是这个无论如何 你都被我便宜了 嗯 所以说呢 这又是一个时机 考验黑棋 对 但是围棋有的时候也很 这个 怎么说呢 呃 你追求了这个之后啊 别人肯定也不傻 对不对 别人肯定要反击 那么你这个到底便不便宜 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嗯 这招棋应该说是思路非常好 嗯 对 但它 是不是真的就是好棋 我觉得也不好说 对 毕竟这个地方下去啊 只是目数问题 嗯 对 这只是目数问题 呃 人家外面已经非常的厚了 没错 对 但是下去的话 对这边造成任何影响 对没有影响 但是黑棋应该看它就先翻过了 对 这个白棋只好冲下去啊 对 我觉得普通的话 大概白棋也就是挡住 翻下去 就像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变化一样 对 黑棋冲了一下 黑棋冲 那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把这个顶住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嗯 这个转换呢 白棋当然是把黑棋这个角破坏掉了 是的 我们看刚才 白棋这个地方是白棋搬过来的 嗯 那这边呢是被黑棋给顶住了 嗯 这个转换总体来说 目数上白棋可能有所收获 嗯 毕竟穿着脚很大 但是从双方的厚薄来说呢 白棋实际上是亏了 嗯 是明显亏了 因为你把这个子吃了 外面是很厚的 那现在呢 被人家又拐了一下 嗯 这个白棋外面就薄多了 而且这个 你冲下去最主要是对黑棋没有影响 嗯 是不是有点过于追求了 过于追求 对 但这个快棋 在这个快棋过程中啊 对 这个追求是很正常的 对 我们看到了一个变化 比如说看到了我可以肩 去挂他一点棺子 去刮他一点油啊 我不走 我这心情是很难受的 我看到之后 我总想去施展一下这个手段 李长浩之所以强的 就是因为他能忍住 对 这一点我们又说多了 这话题又扯远了 但是这个确实是 是这个棋风的一个关系 那实战这么走完之后 其实这个棋变得复杂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对好像没有像刚才搬下去 就挡住 然后搬下去这么简明 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 白棋应该要好一些的 对 试试呢 白棋压了一下 黑棋拐 哦 又搬了一个 嗯 这个黑棋就跟他硬了 对啊 他也没有说妥协什么的 对对对 嗯 白棋挡住 对 黑棋定 白棋先说挡一下 这几下倒是白棋很舒服的 是的 都没事 然后小尖了一个 对 这个 这个 应该说这套戏 我觉得其实还是 这补一个就 已经可以了 是吧 这很大 嗯 接下来呢黑棋就有好几个断点 他都没法补 嗯 总之 其实木树上白棋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嗯 但是实际上呢他又来追求了 他把这几个残子也不给你 对 他这个走得够狠的 这黑棋一下子 可能是打僵有点像 对 这个棋是什么呢 就是说白棋这几个子啊 本身就是纯木树 他对黑棋已经不构成任何的威胁了 对 他跑出来就是一个纯木树的问题 那 黑棋呢局部也不好忍 就是你不管怎么招 就是被他煎一下都明显便宜了 对 你如果接在这呢 人家直接把你这个子冲死了 他不是说要接的问题 接在这他直接冲就冲过来了 把你这个子给冲死了 对 所以说煎这个应该是挺大的一手棋吧 是的 但是煎这个 毕竟这只是我们刚才讲了 这纯木树 嗯 这只是纯木树 这对厚薄没有什么影响 黑棋两边都活得像铁一样 对的 嗯 所以说这条棋到底是不是最大 我们其实要画一个问号 我觉得它虎数就 其实就可以了 煎这个 但是李星成有追求啊 哈哈哈 他断了一个 断了一个 嗯 长了一个 然后接上了 嗯 而且把这个断掉 这个断确实巨大 断后 断完之后外面 这全是白棋的势力范围 是的 他现在如果说像黑棋要靠这个之类的 他就从外面挡一挡就行了 不需要 对 不需要非要把第三子连回来 这个是次曲 然后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嗯 对 这样挺好 如果说你要吃呢 我就挡住你 对 这个白棋中央 这白花花的看起来 对 所以这个黑棋不肯 是的 这样黑棋不肯 现在黑棋就要尖出来 所以小尖 是很勉强的一手 应该说 嗯 因为这个作战 看起来中间没有什么接印 接印的字 还老远老远的 对 然后白棋一拐 嗯 这两招的交换 黑棋已经 就净损一手棋了 你如果这不跑出来的话 就净损一手棋了 对 而且这底下有打了爬出来 对 这个棋很紧 黑棋尖出来 嗯 白棋一盖 嗯 这几步棋呢 我看着我的感觉 搁我我是下不出来了 下出手 应该说 但是 这盘棋呢 还是看他判断 如果赢了 那他这就是胜招 对 就是减冰的胜招 如果输了的话呢 就是减冰的恶手 就是败招 对 所以说这个还是看结果吧 嗯 正常的感觉呢 大概是跳出来 跳出来有点松 这个棋形有点松 嗯 他可能借着你的劲儿 再跳出来 对 这样的话 这作战其实是挺看不清的 毕竟白棋这边很薄啊 白棋现在大概要往回连吧 对 白棋现在需要处理的 就是这一块棋嘛 对 我就这一袋 能跑出来就行了 对 他一旦跑出来之后 你自己这边就显得很薄了 是 这下来什么点点你 这很难受的 嗯 所以说呢 这个 压过来 对 所以说白棋实在选择了一个非常非常粗鲁的下方 嗯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他压过来他要干什么 压人家长 这不是俗手吗 对不对 这做了一个 你想干什么呢 烈行啊 啊 然后麻烦他接着压 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了 嗯 反正已经是压了 他就一口气给他压过来了 压过来之后 我们这时候就发现啊 原来他是一个这个这个大巨型棋手 秦成同志是大巨型棋手 嗯 嗯 嗯 我们刚才说了 这尖一下其实已经亏一手棋了 对 本来是这样的 本来你随时可以夹出来了 对 这白棋就要欠一手棋 嗯 但你这尖一下呢 已经一手棋损进去了 嗯 所以说他这个地方虽然损了大量的实地啊 但是他更看重的是外面的全局 嗯 嗯 外势 所以说 他这几步一下虽然让我很吃惊 但是我又觉得呢 转念一想又觉得他可能 大巨观确实很好 嗯 嗯 没错 他下了这一排之后呢 这一串很厚 因为这一排啊 他并不是说就把这个新味的子弃掉了 不是这样的 他这个新味的子 他还是要活的 他还能活 而且活得还挺大 挺滋润 这个黑棋如果要是木术来说 你搬过 这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搬过 人家接上就很难受 嗯 只有退 大概只有长 嗯 但这样的话呢 被白棋把这个跳过来 嗯 我们看外势啊 黑棋外势近视 这个 白棋外面太广阔了 这个黑棋 难 对 有这样的局面黑棋难 这里也没有连好啊 这还可以靠下去 这可以靠 你中辅就不能造次 你下得太深入了 人家通过攻击你 比如说这边 弄了一排后市之后啊 一分段 这靠下来也是难受的一塌糊涂 没错 是的 黑棋也不能这样搬过 不能搬过 搬过不行 啊 它就断了 嗯 吃了 沾上 黑棋管 对 这个地方它一跳 这是活得很简明 嗯 把这条拐下来 把这条拐下来 拐下来 对 这棋已经活得很干净了 因为这里呢 是一只铁眼 然后这还拖一个又一个眼 即使你能夹进来之类的 也不影响它的拐眼 不影响 是的 所以这下到这儿就这块棋已经活了 然后黑棋 反而得自己处理一下这块棋 没错 黑棋条 白棋这个舒服的 震住它 当同一震 这个很潇洒啊 虾的 对 对 这个看起来确实黑棋已经不太有力了 不太好下 对 实在走了一个这个 嗯 白棋呢 就顺势震出来 然后黑棋是钉了一个 嗯 这个是先手 白棋补助 嗯 黑棋再从这儿钻出来 因为黑棋从这儿 这招棋是很不愿意下的 它有点损 有点损 这个人家就跳 这边就完全实地化了 所以这招棋呢 如果走的话 就把脚步给损掉了 对 那么实战黑棋呢 它就从这个方向出头 是 但是你既然不震呢 人家就跳到这儿来了 对 人家就跳 因为这个棋型啊 虽然看起来两个人都好像 要对穿相眼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 人家穿进来你是受不了的 对 黑棋顶不住我 黑棋是眼位不平的 对 黑的顶不住 而且 这两个子 你现在跑起来也挺困难的 看起来 是 嗯 有点难办 有点难办 白棋呢 就是这一串通过这个很暴力的 一气合成的连压之后呢 它其实就是把局面给简化了 是的 让这个棋 本来头绪很多的棋 变得非常简单了 嗯 实战黑棋呢 就继续制造头绪 他跳这个 跳这个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它还是要处理这块棋的 是的 对 它只是借一个借劲吧 你如果贴这种呢 这个对白棋来说 它没有什么影响 人家该补就补一个 对 对对对 所以说呢 它是要这样去借劲去行棋的 是的 它最希望的是你这样去什么 缩一个 然后它能压过来 对对对 那太好了 太好了 人家这个顶还先手 接下来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实战 它也必须要从外面出头 它也是 它继续用来了 它这个大束手 嗯 这个束手啊 只要能用对地方 它还是非常有效的 就看你在什么地方用 用好了呢 它就变成紧凑的好手 是的 用不好呢就是大束手 这个 这只有长了 这虽然这边很大 你连回来很大 这被挡住 你现在扣住受不了 对扣住 甚至它这都死了都无所谓 嗯 你底下这一搜刮 这边全实地化 这受不了 所以说这个长 比那边 吃那块鞋还要大 是的 然后白棋再跳过来 这样的话 跳过来跟三个子怎么跑啊 那就没法跑了 就没法跑了 已经跑掉了 那 就等于黑棋这个 小尖 和这个跳 这两条棋就是 死一条什么 对对对对 这两条棋叫后手死 走两个后手死 而白棋的付出的代价呢 就是这边那个耍耍耍 这边耍耍耍耍 贴了两排打出手 很有意思 就我觉得这个双方的个性啊 就是 对 尽险 对 这个小贩呢 是可以说是很精妙的 他去引诱别人啊 去引诱别人去吃它 借行其的步调 应该说手法很专业 对 但是这个小李同志呢 就是不跟你管这套 手法很粗俗很业余 就是贴过来 就是贴过来 大开大合 但是从效果来说呢 好像白棋还是蛮不错的 对 这显然白棋的这个招是用对地方了 用对地方了 接下来 你看非常简单 黑棋拐这个 白棋就跳 白棋这个跳啊 对这手其实是非常非常稳健的一手 已经 我把你吃了就行了嘛 对对对对 你爱说总是搬住它嘛 对吧 是的 但他这个时候一定是他有判断 这个棋白棋足够了 就跳一个非常稳 对 黑棋接下来是这边大跳 嗯 跳的这个 他跳的这个 对正 白棋呢就特别稳 把他虎住 牢牢的吃干净 现在大哥判断自己确实是行事优势 他下的要稳健一些 把木捞住就行了 对 他就是 就是你这个哥俩死进来了 我下了再多束手 也不怕 对对 是的 这死的有点大 主要是 嗯 黑棋点了一个 嗯 白棋就贴起来了 嗯 现在白棋目的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黑棋在这边折腾的话 可能能活一块 但是没关系 你这边要活了的话 我就把你这边全部吃光 对 他就比如说怎么靠住就行了 靠一个就行了 嗯 对 吃干净就行了 吃干净就行了 这里都冲下去了 然后黑棋这一块很扁的 就是剩下上面这一块 两块加起来 就这么多了 对 如果你跑这个子呢 比如说你怎么剪出来 或者是怎么靠 那么我就把这个底下围住 对 总之他就是两边取一边 就赢了 对 剩下黑棋点了一下 黑棋点了一下 切 然后再走这个 对 这个面对你这些骚扰 他都不为所动 就是剪住 愿意脱过你就脱过吧 无所谓 嗯 黑棋跳一个 然后 嗯 然后白棋呢也 下一个看得清楚的 你不要脱过吗 我就把你先吃了 再说吧 黑棋打 这白棋都无所谓 他就把我摘 嗯 黑棋一立 白棋呢就在这儿 先手一钉 嗯 接上 然后 非常稳 缩一个 嗯 你如果挡的话呢 就被他搬沾 就是硬腿 所以说缩一个反而是 关子的好手 没错 这条棋 确实下得太稳 嗯 就是说 他觉得行事优势之后呢 呃 要牢牢的把这棋拿下来 嗯 对 其实黑棋还是便宜了 没错没错 冲下来 呃还是明显便宜了 对 他之前的话 我觉得白棋如果说想守的话 可以守得更好 更好 甚至是这条棋 其实我觉得他不用走 但是他就是看得清了嘛 这个局势明显好 赢了 其实刚才如果说这个不尖的话 比如说他在这儿长一个 或者挖毡 他也脱不过 因为脱完了他搬下去 鸡打完了他街上 可以断打 把他断开 就本身黑棋是脱不过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定价值 对 他这个最简单 他就是看清了嘛 啊 我就下个 下一个最简名了 对对对 省得你要给我搅和点什么事出来 对 然后黑棋是 走了一个 对扎下去了 扎下去了 这条棋也是非常狠 白棋就都给他了 是 黑棋其实收获是非常大的 白棋这大本营都破掉了 没错 但是没有关系 他赢了再爬一个 就是都挑这个最稳的下法去下 嗯 哎呀 我罢了一个吧 这盘棋看来就是 就是 就这么平稳的就要结束了 就这么平稳的就要结束了 对对对对 小贩呢 虽然说是功力很深厚 但是 面对人家这个 不跟你战斗 打太极拳 他也没什么办法 就都顶住 全都给你 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对 沾一下 先手 他这个走完了之后 主要是也没什么用 你接下来呢 这个子拉回去他吃这儿 反正也是活的 你这个子拉回去我吃这儿就行了 对看得很清楚 他就把这个再一捕 他吓得真够坚实的 对 这个完全是 吓得再进去一点 比如跳啊之类的 先冲击一下他起 他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毛病 该补的全都补住 嗯 嗯 省得你给我搅和 对对对 嗯 咱们再看一下吧 再简单看一下 就可以判断一下形式了 接了一个 嗯 接上 嗯 黑旗 看这后半盘 黑旗该走的全走到了 这个接上 对 白旗顶持 嗯 他挡住了吗 挡住这个 对 他是 白旗把这个收了 他这儿也收得很简单 嗯 他就断了一个 接住 好 然后一爬 长 挑一个最简单的收 对 这次黑旗还能扳到脚上 哦 但是他就没关系 他就扳这个 这里呢 他收得挺好的 趁他扳到脚上的时候 他扳了一下 啊 啊 啊 他如果说打在这儿的话 他这个扳簪就成为后手了 对 啊 你这个 这一溜打过去 他接上没有用 那打完了正好差一气 但是你由于扳到脚上 他就一溜打过去 有个打一气把你吃掉了 对 哦 所以他正好趁机 所以扳簪是先手 趁机先手扳簪一下 嗯 他接住了 这个收得也挺细的 对对对 就是他其实也也不亏 他那个 让你扳到脚上也 关系不大吧 对 哦 没关系 他这中间都是死的 他的脚尖一个 嗯 这收得真够结 太结实了 就觉得他 就所有能 有一点毛病的地方 他都给你补掉 一点缝隙都不给你留 对对对 把黑漆也尖一个 嗯 然后把漆呢把这个 贴回去 贴一个 挡住 这个贴回去 贴回来 对 护一个 嗯 他先没护 他是交换了两个 现在冲了 冲一个 嗯 挡住 然后一刺 嗯 对 刺过一下 刺过一下 然后又冲一下 对 这应该是读秒 先判断一下形式 然后呢 把这个捡住 把这个捡住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大家 简单的判断一下 点点木了 嗯 因为这个后面 双方还收了很多 但其实呢 都跟胜负 无关了已经 对黑系这块是 5 7 8 9 10 11 12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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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5 21 这底下呢 是这个将来 还搬 可能还得搬回去 所以说这两幕 嗯 就点一幕吧 123456 6 7 8 中间 中间是 没什么 没什么木 可能有一幕吧 9 10 11 12 10 12 21 33 40 73 对 白棋呢 是123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将来 历史先手 对 所以说白棋是3目 是的 4 5 6 7 8 9 10 10 12 14 15 18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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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7 20 18 20 20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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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至于 所以说这个棋下到这儿其实已经进化已经了 肯定已经不够了 对不够了 贴不出木 我们能看到是后半盘啊 白棋是应该说一直在很礼貌啊 一直在退缩 对吧 从这儿开始 就从人家点这个开始 其实它已经下得很稳妥了 从这个我觉得从这个跳 跳一虎 就两不起 已经下得很稳妥 非常稳妥 它就是该是你的全是你的 我都给了 判断清楚 判断清楚了 对对对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呢 黑棋在后半盘是毫无机会的 应该说 确实 看来前面优势太大了 对前面优势太大了 所以我们这盘一总结来说呢 只能说是这个李清成啊 前面下得太好了 行云流水 确实 基本上是一直控制住了局面 让小贩的这个力量啊 一直没有发挥出来 对 对他到处想发力 比如这尖 尖完了尖出来 他没想到人家就全给他了 对吧 一路压过来全给他了 然后这个地方他又想制造点麻烦 就跳出来 让你不舒服 白棋又是这个一路束手压 压了两下 大开大合 都是这个你想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全给了 所以说这盘棋应该说李清成下得太好了 确实是白棋的完胜之局 这盘棋过后我对李清成的印象非常的就鲜明了很多 因为我觉得他这快棋怎么这么厉害啊 对对对 给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太清楚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盘棋确实不是范婷玉的无能 可以说是李清成的好局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